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4月7号履行不到一年的中国电科副总经理何文忠 因为涉嫌到严重危机违法遭到调查 消息一出便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中共军队可能又开始出现了动荡的新迹象 综合媒体报导何文忠长期在中国电科任职 先后担任中国电科第十一研究所所长 党委书记 中电科光电科技党委书记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中国电科总工程师 科技委常务副主任 资产管理部主任 联合为电子中心理事长等职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在对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电科副总经理何文忠 展开调查之前 中共军队去年就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 两名火箭军的将军被撤换 该部队控制着中共的陆基和导弹 但是中共当局并没有透露何文忠案件的细节 也没有透露此案是否跟火箭军调查 或者是李尚福被解职有关 中国电科是中国最大的军事装备供应商之一 也是电子信息领域的特大型央器 拥有47家国家级研究院所 11家上市公司 作为中共军方的最大供应商 中国电科旗下的研究院跟公司 此前频频遭到美国的制裁 中国电科也是声称是中国唯一一家 为军队所有的部门提供服务的国内军工集团 生产各种高科技军事装备 包括了预警雷达 还设计了无人机群 导航跟电子战系统 去年7月26号 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 发布就装备采购招标评审活动中专家 违规违纪问题线索来进行盗查 7月31号 中共官方通告火建军换人 间接地证实了前司令李玉超 跟前政委许中博出事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的大陆之行 目前正在北京进行 原先盛传的可能在8号举行的马锡二会 传出改到10号登场 香港媒体9号也引述消息透露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在10号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来会见马英九一行人 不过这个消息尚未获得到官方的证实 香港星岛日报披露 外传马英九原本预定8号跟习近平会面 但是现在可能会改到10号登场 但是至今相关的行程仍然保密到家 根据上报等台媒的消息 马锡二会被中方延期到10月 对此台湾执政民进党批评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就表示马英九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统战的棋子 巧的是日向岸田文雄跟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这个礼拜都赴美会晤美国总统拜登 并且将于10号跟11号 分别举行美日峰会跟美日非峰会 届时南海跟台海的议题都将会是重要的议程 德国之声报道 马英九在4月1号出发访华 当时他形容此行是和平跟友谊之旅 主要的用意是要促进两岸青年的交流 并且推动两岸民间减少敌意 累积善意 然而由于外传的马锡二会迟迟并未底定 再加上中方片面延期的争议 让外界质疑马英九此行 根本是中国用来分散国际焦点的手段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批评 马英九仿中是不折不扣的中共统战套装行程 只能够被动地接受中方的行程安排 马英九方面几乎完全没有智慧的余地 民进党认为马锡二会如果真的成真的话 将会成为中方用来跟民主国家阵营互别苗头的戏码 马英九则会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统战的样板工具 自由时报就引述不具名的台湾国安人士的说法指出 每当全球民主社群准备要集结对抗威权风险时 马英九就会被找去中国 随着民进党籍的台湾准总统赖金德 5月20号即将上任 一般预期马锡会如果成真的话 将会释放对台信号 包括反读促统等宣誓 在1月份的台湾总统大选之前 马英九曾经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 谈到了两岸关系 当时他被问到是否信任习近平时 他回应说到 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如此 当时这番言论也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 有台湾媒体分析 中国政府可能会透过各种象征的做法 来传达中方主张的一个中国概念 比方说把马锡二会的地点 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 意在指涉台湾属于中国 另一方面 马英九在北京的发言 也屡屡传递出两岸同属炎黄子孙 或者是中华民族的主张 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马英九九号上午造访北京八达领长城 头戴着写着国民党的帽子 跟学生一起高唱抗战歌曲长城窑 并且过程当中红着眼眶哽咽出声 八号马英九跟中国古台办主任 宋涛同游北京故宫 重申自己对中华民族的情感 以及两岸交流的重要性 他表示他发自内心的感受到灵魂震撼 并且主张任何所谓的 据中国化的行径都不会成功 同一天 马英九也会晤了中国北京市委书记引力 根据联合报引述 马英九强调两岸人民 在经贸生活上的实际需要 是政治切割不开的 他也提到任内签署的ECFA 强调这让两岸人民都受惠了 中国经济陷入严重的停滞 就连公务员跟国际员工都受到了影响 许多中国体制内的单位因为缺乏资金 被迫对内部人员减薪 欠薪跟看福利 铁饭碗男朋友 就连地方官媒电视台的员工 也走上街头来抗议 并且高呼习近平多年前所说的禁句 党媒信党要求政府不能够过河拆桥 综合媒体报道 河南省浦阳市广播电视台的员工 近日为了要拿到被拖欠的工资 走上街头来举行抗议机会 该电视台的员工们站在一起 并且手举抗议的横幅 这些标语写有 党的喉舌不能抛弃 电视人要维权 党媒信党 电视人必须回归财政 讨薪谋生天经地义 职工名声当务之急等文字 这些员工喊出来的口号并非土发奇想 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的2月20号巡视中央电视台的时候 央视刻意在屏幕上显示出央视信党绝对忠诚 请您检阅的标语来显示对共产党跟习近平的忠诚 但是到如今就连这些信党的员工都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 不光是官媒员工活不下去 中国公务员欠薪潮迅速地蔓延 多个经济大省都进铺财政危机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根据多名体制内人士的爆料 江苏 天津 广东等多个经济大省 因为财政枯竭导致公务员遭到欠薪或者是减薪 其中天津市政府部门 天津公交集团18000多名的员工被欠薪数个月 天津市河北区甚至被迫向当地的寺庙大备院来借钱发工资 对天津的财政困境 多名当地的体制内人士证实 减薪实际上从2022年就已经开始 天津的学校 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公务员 都取消了绩效跟周末加班费 并且从2023年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迁星 此外去年GDP排全国第二的经济大省江苏首府南京 甚至是广东也都出现了财政危机 据了解南京市立水区高层区的公务员 跟事业单位的工资已经拖欠的大约有三个月 最后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 强行在市内各区之间拆迁 才解决了部分的欠款 广东方面则是大幅的削减退休人员的工资 降幅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全国仅有两个GDP过十万亿的经济强盛 其财政收支都已经失衡 另外来自于河北的消息显示 因为持续的财政危机 河北包括陈德跟省惠石家庄 都陷入到了财政困境当中 其中被视为是习近平真正的观赏起点 地属于石家庄的镇定县的公务员 跟事业单位也欠薪 断断续续的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而河北当地为了要消除政治影响 持续地动用行政干预手段来为其输血 黄毅新闻指出 公务员降薪的原因 在于中国政府依靠土地出让 而获取到的财政收入锐减 导致不足以支撑公共支出运行 在没有办法开源之下 只能够节流 于是对人数众多的公务员薪资来开刀 中国网络舆论进一步的分析 过去十多年来 中国房地产经历急速的成长 政府也透过了土地出让 赚取大量的收入 然而随着房地产政策的调控 打房政策跟经济放缓 使得很多建商破产 烂尾楼层出不穷 再加上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崩跌 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 也连带受到冲击 事实上除了广东省之外 自2021年开始 中国多地都传出了公务员减薪 当中包括了全国经济前段班的江浙等地 比方说社交媒体上 有浙江省的公务员 自称在未被告知具体原因下 遭到政府减薪25% 预计年收入将减少5万元人民币 而也有中国网民发文指出 江苏省的公务部门停发各项补助 年终奖金缩减了30%到40% 而福建省也在过去 已经悄悄地降低了公务员薪资 20%的幅度 尽管如此 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中国 许多人仍然挤破头地 想要进入到公务员的窄门当中 美国之音报导 湖北、河南、江苏等25个中国省份 在3月16号到17号两天 分别举办地方公务员的鄙视招募 根据公务员培训机构的推测 本周末大约有450万名的考生 要抢超过15万个岗位的最后面试资格 也因此开考前 审考这个关键字一度冲上了 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 继中国去年底的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 创下了300万人报考的发烧记录之后 这一次25个省份的公务员考试 也不遑多让 经济观察报报导 根据公务员培训机构华图教育的统计显示 今年大约有560万人报考 比去年增长的17.84% 其中预估大约有450万名的考生 有资格参加审考的比试 而今年总计释出了15万2233个工作岗位 比去年增加了3206个职权 年涨幅为2.1% 虽然审考的平均考录比约为34比1 但是根据经济观察报去年12月份 引述华图教育的统计显示 少数职位竞争激烈 包括了江苏省政府信访局机关处市 二级主任科员 以及以下的岗位 考录比竟然高达2581比1 完全是实打实的千里挑一 另外徐州市全山区 区委统战部一级科员一职 也是超过2000人来抢一个岗位 尽管如此 这些艰难的数据 仍然没有打击到考生想要吃黄粮的决心 美国财长叶伦任内第二度访问中国 到底是伸出了橄榄池 还是进一步打压中国呢 在拜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时 他强硬地提出能源等领域产能过剩 恶意补贴跟清销廉价商品的问题 但是李强回应时并未有强力的反击 反而重申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官媒也都以友善的方式来报道 甚至在中国媒体的渲染下 越伦的穿着就餐都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关注 不过有学者分析指出 中国在过去几届美国大选年都采取低姿态 以免在选战当中成为攻击的目标 但是这种做法 相信仍然没有办法阻止 美国接下来要发动的新一轮贸易战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国财长叶伦四号抵达广州 展开为期六天的访华行程 并且在六号跟国务院副总理合力峰会谈 中国官媒则将焦点集中在叶伦前网游百年历史的茶楼用餐 并且评价他筷子用得相当不错 外界一直关注叶伦这一次到底是否为新一轮的贸易战来做准备 他7号在北京跟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时 开场白不温不火 表示过去一年来双边关系的基础更加稳定 这一次叶伦访华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等产品的产能过剩问题 因为北京当局的补贴 导致的产能远远超过了中国国内的需求 出口将危险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就业 要求中方应该要妥善地解决 不过李强仍然采取温和的态度来回应 表示中美加强经贸合作 对双方各自发展以及全球经济成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此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助理教授朱月中认为 叶伦向中方提出的问题并无新意 去年他在访华时有类似的讲法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回应的态度跟去年完全不同 他说如果将时间拉回到四年前 或者是最近几届美国总统选举 不难发现北京当时都是放低姿态 因为中国知道民主选举是很重要的事 现在先给对方面子 其他的事情等待选举完再说 他进一步的说明 因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他们的态度其实都是一致的 就是要打中国 从不管是参议员、众议员的选举 到州长跟总统选举 其实只要打中国就会有票 而中国方面也相当的清楚这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就不跟美国来做斗争 朱月中认为 虽然叶伦这一次的态度相对温和 但是相信美国一定会对中国发动另一轮的贸易战 特别是川普 未来会帮你加到百分之百的关税 所以拜登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问题 势必会在选前做出一定的动作 他认为电动车应该会是下一轮贸易战的关键 特别是特斯拉在中国第一季销售下滑 再加上中国电动车以低价倾销全世界 危及到美国汽车产业的存亡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美国政坛的歌派代表人物 叶伦受到中国官方的热烈欢迎 尽管叶伦向中方高层提出解决产能过剩等尖锐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媒体的渲染下 叶伦的穿着 旧餐都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的另外一篇文章指出 自叶伦去年访怕期间 在一家云南餐厅尝试了 具有置换作用的剑手青蘑菇之后 这一次叶伦防华的行程表 也再度地受到中国舆论的关注 外界注意到 中国媒体本次尽量避免报道叶伦 对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 而是更多的渲染他在中国美食探店 叶伦被外界视为是美国政客当中的典型对华哥派人物 因此受到中方欢迎并不意外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 叶伦这一次在广州跟北京停留期间 尝试的中国美食连中共党内高层也为之策目 根据中国官媒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叶伦在抵达中国的第一个晚上 就跟美国大使和其他的官员 在老字号大小粤菜馆淘淘居酒家来就餐 这次的用餐经过中国媒体的渲染 外界甚至关注到叶伦的筷子用得相当不错 去年11月的亚太金河组织会议期间 叶伦在前往机场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路上 也曾经在旧金山著名汉堡店 in and out来停留 当时也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这一次在北京期间 叶伦不仅前往四川柱金瓣品尝地道的川菜 还在中国最后一个晚上 前往北京著名的大咖店 金A啤酒有限公司 尝试了一种用美国啤酒花酿造的啤酒 不仅叶伦的就餐引发讨论 他在抵达广州时的穿着 也受到了中国媒体的晋升报道 澎湃新闻为此专门指出 叶伦下飞机的时候 手里多拎了一个黑色电脑包 这跟人们印象当中的 西方政治精英形象相差甚远 但却延续了叶伦本人一贯 从简又随性的风格 甚至有中国网民口气惊逆地称呼 他就像是观光的阿婆 澎湃新闻的上述报道还指出 叶伦的就餐显然经过 双方团队的精心设计 这将使得叶伦在官方叙事之外 借助不同的棱镜 来加深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多方面了解 或许也能够未还和两国当前面临到的新问题 新情况来提供更多的补充思路 显然中国媒体对叶伦的报道口风一致 期待他通过美式外交 来推动美中关系重回到蜜月期 但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却指出 叶伦并不认为自己是对华各派 还表示这种定位不予简单化 他曾经说过 涉及到中国问题 这种标签让他感到相当的不适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京最近对中国前司法部长的清洗 可能让外得以一窥习近平政权 在中国日益加深的房地产危机 甚至可能表明这场危机 正在影响习近平手下习家军的派系斗争 日经亚洲发表了一篇题为 习近平最新的清洗行动 暗示房地产危机 已经波及核心圈子的专栏文章 综合媒体报道 4月2号的下午 中共宣布19届中央候补委员 前司法部长江西省政协主席 唐一军被查的消息 而几天之后 中国媒体也铺光了唐一军的落马细节 根据财新网4号的报道指出 3月28号下午3点多 当时唐一军正在江西省政协 开内部的会议 被告知有电话找他 他出了会场 不料等他的电话是中纪委的办案人员 他就被直接带去了北京 根据了解 他的东西都还留在会场没有收拾 对此时事评论人士蔡胜坤认为 唐一军在参加会议时 被叫出会场直接带走 带到北京 一个正部级的高官 连一个基本的增严都没有 可见中国的政治生态是多么的残酷 唐一军1977年7月参加工作 早年在浙江任职长达40年之久 2017年10月 当选1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同月转任辽宁省委副书记 2018年又担任辽宁省政府的省长 当选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0年4月出任司法部部长 之后又担任司法部党组书记 去年1月 唐一军从司法部长任上 贬任到江西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而今年的4月2号 唐一军被官宣落马 但是官方并没有提到他被查的原因 唐一军的垮台让许多人感到惊讶 因为唐一军被认为是支江新军当中 一位相当具有影响力的成员 该派系由2000年代 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 为习近平服务的官僚所组成的 唐一军从十几岁开始 就在浙江度过了将近40年 入主政府之后 他顺利的晋升 省内许多人都相当的清楚 唐一军跟习近平的亲密关系 评论指出 习近平提拔了如此多的支江新军成员 担任中央政府跟党内的重要职务 以至于习近平现在几乎被这些人给包围了 有一些人也被纳入到他的领导团队当中 其中包括了国务院总理李强 李强曾经担任习近平在浙江的书记 现在在党内排名第二 尽管李克强缺乏中央政府的经验 但是习近平不顾惯例 任命他为总理 其职责包括了规划跟执行经济的政策 陈明尔是另外一位有影响力的支江新军人士 他目前担任天津市的最高官员 天津市是跟北京、上海跟重庆一起的 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 而陈明尔也担任了党内权力相当大的政治局委员 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也属于支江新军 国家安全部负责打击间谍活动 唐一军领导的司法部负责监督跟法律相关的文书工作 因此当大公司破产时 他在法律程序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支江新军目前正处于黄金时期 但是文章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 随着习近平作为党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三个五年任期 并且没有退休的迹象 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表示 他已经开始削减支江新军 因为他意识到该派系的成员越来越多 确实不可能让所有的支江新军成员都发挥重要的作用 然后不断地提拔他们 特别是随着习近平权力集中 他政权内有异议的职位数量也逐渐减少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习近平一直在透过反贪腐运动来打击政敌 根据一位观察中国政治多年的党内消息人士表示 这样一来 主要的党内竞争对手就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文章认为 一个明显的敌人对于维持组织内部的团结感 始终是不可或缺的 特别是习近平多次强调党员要斗争 消息人士透露 如果大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敌人都被消灭了 政治团体跟派系内部爆发斗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之江新军成员现在不能够放松警惕 包括犯下最小的错误 或者是让自己被认为不如其他人对习近平忠诚 不过唐一军的案例似乎稍微严重一些 因为他似乎跟很大危机有某种关系 中国媒体有关唐一军可能跟很大有联系的报导 立即被删除 这个问题被认为是禁忌 因为当局尚未提供任何镇压唐一军的官方理由 尽管如此 唐一军在辽宁省任职期间 跟很大创始人许家印 坚定握手的照片 也被多次的上传到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不过其中的一些图像已经被删除 其他跟唐一军新闻相关的网络贴文 则是质疑 很大丑闻是否涉及到洗钱 或者是警告中国银行持有的巨额不良贷款 最终可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负担 在这场旋风当中 唐一军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之前 担任辽宁省省长的经历 也受到了密切的关注 对此知情人士爆料指称 唐一军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辽宁期间 他担任辽宁省省长两年半 恒大集团大举的在辽宁投资房地产项目 唐一军还帮助恒大老板许家义 拿下圣经银行的控股权 但是却放弃了对圣经银行 及其控股股东恒大系必要的监管职责 导致恒大在圣经银行畅通无阻 造成了巨额的坏账 当恒大爆雷之后留下了烂尾楼 有多个楼盘都出现在沈阳的保交楼名单上 投资的恒大文旅程项目2021年一度停工 到了2021年中恒大债务危机爆发 深央视国企不得不接盘 并且重组圣经银行 此前媒体报导 圣经银行把1837亿元的信贷资产 以1760亿元的价格 卖给辽宁金投公司 这1837亿的烂账 其中本金坏账1544亿元 应收利息坏账293亿元 其中大多数的不良贷款都直接流向了恒大集团 财新网报道 在唐一军主政期间 辽宁还处置了另外一家高风险银行 景州银行 2018年底 景州银行总资产8000多亿元 表内外的坏账高达了3000亿元 2023年9月 恒大执行董事跟董事会主席许家印被抓 这之前许家印的二儿子 许腾赫被带走调查 而持有加拿大护照的许家印前妻 丁玉梅已经提前离境 业内人士猜测 盛京银行 辽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景州银行肯定是极为愤怒地指责 唐一军失责失职 并且可能递交了一些 他们所掌握到的关于唐一军的问题证据 在查到两家银行的问题时 许家印也许把跟唐一军的交往过程 跟利益输送的问题交代了出来 文章指出 在中国当特定新闻报道出现 然后又突然消失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 有关中国正在发生 或者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线索 已经被留下 这些关于唐一军的 会知不去的周边新闻 可能表明了 迄今为止 一直被视为应对房地产危机缓慢的 中国政府 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了 唐一军的清洗意外宣布之际 房地产行业的危机也正在加深 另外一家房地产巨头世贸集团8号透露 一家国有银行已经对其提起了清算诉讼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建设银行 在4月5号在香港提交请运输 要求对世贸集团15.8亿港币的未偿债务来进行清算 对此世贸表示将强烈的反对该诉讼 另外媒体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 4月10号 万科技南公司总经理肖静 已经被山东警方带走调查 目前尚不能够确定具体原因 综南万科回应美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肖静因为个人的原因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 而公司的运营正常 由金亚宾接任综南公司的总经理 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肖静出生于1969年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92年进入到房地产行业 先后在北城地产 华元地产 当代集团 远洋地产跟万科从事产品定位 市场营销跟品牌推广等工作 2009年9月 肖静离开远洋地产加盟到北京万科 出任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分管销售 运营跟商用业务 相关消息传出之后 4月10号万科A股股价大跌 一度跌破了一股7.5元 报收7.58元 跌了百分之五点一三 股价更是创下了2015年以来的新低 而万科的暴跌也导致了A股下跌加速 创业板值领跌 乌漏偏逢连业与万科日前披露的 2023年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 公司总共实现营业收入 4657.4亿元 同比下降7.5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6亿元 同比下降46.4% 此外 万科的竞争地位减弱 认为该公司如果没有办法按照计划来出售资产 长期的财务状况可能会恶化 回到唐一军案 文章认为此案的问题在于 对唐一军的调查 被广泛认为是之江新军当中 有影响力的成员的调查范围 是否会扩大到他担任辽宁省省长期间 当的房地产跟地方银行的问题之外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 这次的打击行动可能会揭示 全国各地的房地产跟金融部门的问题 但是文章认为 唐一军被肃清的背后的真相 不太可能被查明 此前前外交部长秦刚 前国防部长李商福等 部级官员的案件都是先例 自从这些早期的清洗以来 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 但是关于各种原因 公众仍然被蒙在鼓里 同样跟唐一军做过司法部长的傅政华 则面临到更严峻的命运 傅政华是中国公安机关当中 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大力地开展习近平标志性的 反贪腐运动 打击有权势的领导人 尽管如此 傅政华在2022年9月 因为涉嫌收贿 被判处死刑换期执行 这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宣布的 而习近平在这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获得到党总书记的第三个五年任期 一直到现在 傅政华垮台的真正原因还不清楚 文章最后写道 距离党的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有三年多的时间 更多神秘的倒台可能会陆续曝光 新闻报道也会消失 而与此同时 政治阴谋却在幕后进行 台海波轨云厥 北京眼中的台独棋手 民进党人赖清德5月20号 即将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际 国民党人出身的前总统马英九却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4月1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侃侃而谈 场面隆重 但是却显露出一些些微的诡异 法广评论分析 北京给足了马英九礼遇 再加上习近平本人 三位中共常委跟马英九会谈 另外两位是蔡奇跟王沪宁 场面比较罕见 为了不让马英九尴尬 习近平似乎有意不在之前台湾媒体推测的人民大会堂 台湾厅或者是福建厅来跟他会面 而是在与各国元首会面的东大厅会谈 避免有统战或者是矮化之嫌 而且马英九率领的青年学生代表团 也安排在他的后排出席会谈 这是为了要显示习近平对台湾青年寄予厚望吗 会谈的场合是和气的符合礼仪的 至少不给北京所说的台独势力 留下矮化台湾的口实 然而习近平的讲话 在五千年来历代鲜明迁居台湾 彼此是一家人的感召之下 不仅针对台独 更有不容外国势力干涉统一的警告 而此处的外国 当然是台湾最重要的支持者 美国 马英九此去北京跟习近平会面 台湾内部的意义不小 任务并不轻松 虽然马英九没有职务 但是以前总统的身份 并且在任上已经跟习近平 有过一次的世纪之握 台湾在看着他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马英九经手的是他任上的九二公式 侧重的是其中的一中个表 评论认为 这显然是马英九 为什么可以跟习近平再度会面的秘诀 前台湾总统陈水扁曾经有过一边一国 即将任期届满的现任总统蔡英文 则是明确拒绝接受九二公式 强调两岸互不隶属 而马英九则秉承一中个表 马英九的九二共识听起来细风合雨 其实内里的边界是十分清晰的 他的九二共识存在的前提是各自表述 也就是说 对岸的一中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台湾的一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定义下的中华民国 马英九走了这么一条边线 北京也针了这么一条空子 马英九在各自表述上面模糊 习近平在一个中国原则上面坚持 北京曾经对各自表述相当的忌讳 但是现在似乎默认了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马英九在跟习近平会谈时 两度的提起一中个表 据报道 马英九在习近平面前说一中个表 这是台湾客人在大陆领导人面前的第一次 接下来的称谓其实都是从这个说法衍生而来的 习近平称马英九为马先生 意味着不承认其前总统的地位 也就是不承认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 而马英九称呼习近平为习总书记 则是反其道而用之 是一种形式的各自表述 暗示他的国是中华民国 不过马英九的口误则是一团迷雾 的确 马英九在与习近平会谈时 读正式讲稿时说出中华民国四个字 随后又改读了中华民族 这是真的口误 还是故意就相当的有争议 对此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 王兴贤对中央社表示 这样的场合照着稿子念 不太可能会出错 所以可以推论 马半在这个部分有下了一些功夫 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治也有交代 而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王红仁受访时也表示 马英九说出中华民国是故意的 因为他必须要对台湾内部交代 不能够表现得过于软弱 总之这是一个听者有意的中华民国 留下了相当多的想象空间 马英九则在参观故宫时 似乎是向台独放话 任何所谓的去中国化的行径都不会成功 唯有回归民族情感跟中华文化 两岸才能长长久久 马英九心中的中国是中华民国 念姿再姿的是中华文化情怀 因此他讲话的重点是台海和平 他说两岸如果发生战火 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两岸的中国人绝对有足够的智慧 和平处理各项争端 避免走向冲突 他甚至引用鲁迅说过的 杜敬杰波兄弟在 相逢一项民恩仇 来表达他自己的愿景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续成解释说 马英九这次的谈话 是为了后代的子子孙孙 超然在政治党派之上 必须为子孙求平安 谋幸福 而台湾陆委会则在马习会之后 在当晚批评说 中共借由马习二会 大肆的宣传九二共识 企图要抹杀台湾国家主权的地位 并表示 马英九未能在与习近平会晤时 公开传达台湾人民 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及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 有违台湾社会的期待 对此深表遗憾 九年前 马英九开辟两岸分治以来首次的马习会 如今重演世纪之沃 上演马习二次会 可谓是相当的稀罕跟隆重 然而要指望十年一项民恩仇 实际上相当的空患 台湾在民主自由之路上 越走越坚定 也越走越远 习近平的中共在专制之路上 也越走越远 两兆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南远北撤 纵有前总统知名的马英九 徒有中华情怀 又何以能够逆转当事呢 评论最后针对习近平的一番话 做出分析 文章指出 习近平说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没有什么心解是不能化解的 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商量的 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这句话听起来不错 但实际上重心坐落在最后一句话上 那就是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明显的暗含杀鸡 这是不惜梧桐的表述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